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早安台湾 我是伟佳琪 那么一开始 我们就赶快带您关心 台风的最新动向 那么在镜头另一边 是我们的气象主播焦仁 现在来问一下 这山陀儿的最新动向如何呢 谢谢佳琪 我们往上来看 山陀儿的最新动态 它目前都还在台湾的 西南方持续缓慢的移动 看到过去的路径 其实非常的曲折 而它在暴风圈 侵袭台湾之后 特别要沿防的 西半部地区的沿防 要潮风跟强雨 都是非常强劲的 另外沿海地区 就有可能出现暴潮 或是海水倒灌的情况 我们看看 为什么会引发暴潮呢 其实在台风 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它的中心就很像 一根吸管一样 这个海平面 就会如同这样子往上抬升 所以只要靠近 沿海一带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感觉到 这个海面确实是 有所的上升一些 我们看到原本的海水水位 正常来说 照理来说 都应该在海平面的高度 但是台风一旦来袭 暴潮的位置 就有很可能淹过民宅 甚至是窗户的高度 所以我们要提醒 沿海观众朋友 不只是有积淹水 还有一些海水倒灌的情形 都可能再来不小的灾情了 我们看看山陀人 目前的最新一报 它持续在高雄的西南方 50公里 而比起上一报 其实是前进了10公里左右 持续往北北东来做移动 每小时是8转4公里 而风速是每秒算8公尺 暴风半径7级 维持在200公里左右 预估在中午的前后 会登陆在台南 而且强度会持续减弱当周 但是它这个雨区 也会有所的改变 我们看看今天早上12个小时 主要都还是降雨热水局 在东半部 还有整个西南部地区 以及北部沿海地区 但是一旦它登陆之后 整个雨区在西南方 确实是有所趋缓 到晚上到明天清晨 整个东半部北部地区 还是要严防比较剧烈的降雨 只要明天的早上晚上的时候 整个雨势才会有所缓和 一直要隔一天的下午 才会看到雨势会明显的趋缓下来 但是我们说这个台风 为什么会明显的 这么快的有所转变呢 就是因为整个东北风灌下来之后 在台湾海峡这一带的东北风 又干又冷 一入之后就非常不利于台风发展 所以它登陆之后 整个环流结果 会让它更加的减弱下来 我们看看其实现在目前 它减弱的过程当中 当然路径也会有所变化 这是台湾所报的它的路径 可能到达了台湾陆地之后 就会消散成六代新低气 但是看看美国海军这一报 它甚至有可能再往台湾海峡的方向 再向西来移动 当然各国路径其实都是有所分歧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它目前现在有点类似 苟延残喘状况 只要它一旦减弱状况之后 导引气流越加的不明显 它的不确定性当然就越加的大 而且除此之外 在台湾的各地沿海地区 这个浪高真的也都还蛮惊人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黄色的地方 就是这个浪高有超过三米以上 像是在马祖 现在目前是4.9公尺 另外在台北港也有来到4.3公尺 新竹3公尺 台中也有4.3公尺 另外在整个金门 澎湖还有台南七谷的地方 也都有超过2米以上 所以我们说现在目前 沿海地区的浪高确实都还蛮高的 因为受到了长浪的影响 你可能感觉到海边的风势非常的强劲 所以尽管今天全台都放了台风架 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提醒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靠近海边观浪 或是从事一些海上作业 以防发生很多危险 以上这节的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交换给佳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